我們今天要來開始學習人體的製作 我們製作的身體是這一部分 像這個跟我們之前的人頭是一組的 只不過頭被我拔掉 他身上本來是有衣服的 但是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就不去額外製作他的衣服了 我這個圖片大小是1300x1450 所以我們在前示圖 那記得把這個節點都拉掉 拉成1這樣你會比較好製作 然後命名一下 把他位置歸零 然後把圖片丟給他 把網殼都關掉 換個顏色會比較好看一點 然後接著我們複製一個 鎖角度打開 這個是 頂視圖 然後把頂視圖的給他 然後再 複製一個 所測試圖 好 那都好了之後 我們利用 你按快速鍵 這個 移動 轉動 跟放大縮小 他分別是WER WER 這個可以用 然後鎖點的話是按S 那裡面這鎖點的 這個還是要自己設定 那我們就分別把它 抓上來 然後在這邊 shared的地方 我們把它改成這種 shared 就不會看到那個陰影了 接著把所有的 這個我們拿來做 對齊的這個背景 按右鍵 object property 我們勾選這個 backfax seal 然後這個 shared ploded in grey 這個不要 那這樣子我們去把它做 這個 free的時候 我們選不到它 然後它也不會呈現灰色的狀態 然後背後也可以看得過去 這樣是比較方便的 好 那 接著我們在 頂視圖 先隨意拉一個方塊 然後 我把這個方塊做成 300x300x300 然後節點都拉1 做TurpleSmooth 做TurpleSmooth 那把這個 歸零 右鍵 ObjectProperty C-through 0.1 把它拉上來 這邊是我們的中線 我當初在做背景的時候 沒有對得很好 所以你可以稍微把它對齊 那當然不可能是完全的準確 大致上對齊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用Scale 我用 這裡把它做三方縮小 大致上對一下 對的時候 我會讓這一條線 在手背的中線 大概像這樣子 然後接著我們在 我們的頂視圖 頂視圖看起來也是對的 所以代表我們的這個 左側視圖要調整一下 所以按 右鍵 把這邊稍微調整 那當然我會讓 這一隻手 大概在這個正中央 那也是不可能完全準的啦 你就大概 抓個樣子就可以了 大概像這樣 像這樣我認為還是OK的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複製 Shift按住往下複製 這是腰間 這是腰間 選擇Copy就好 你不要選擇Instance 然後再複製一顆 這是我們的屁股 再複製一顆 這是我們的 大腿 屁股的部分 稍微大一點點 腰間稍微小一點點 對 然後回到 左側這邊來 我們把它 對齊 所以大概看起來會長這樣子 會長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 我們接著就用 身體這一塊 增加一顆 增加一顆Poly PolyGum 先把它的側面刪掉 因為我們只需要做一半而已 然後選擇這四塊 然後選擇 選擇Add True OK 然後利用Scale 利用Scale 到這邊來 做SYZ的說法 OK 看來我們當初在對的時候沒有很準 不過沒差啦 稍微懂一下下 好 然後呢 在端點的部分 利用底下的這個 Megplaner 我們選擇Exo 讓它這邊變平的 那你可以把它 對到大概手腕的部分 利用Edge 我們先 Connect 一點 一條線 一樣選擇 你按一下鍵盤的1234 分別可以換 Vertex Edge 然後Boulder PolyGum 我們就用 Vertex 一樣把它 Backplan 這大概是我們的 手腕的 就是 手腕的那一部分 然後把它稍微的 對一下 如果看不到就稍微 大概在這裡 大概在這裡 那 這邊手的部分 這邊可能需要一條吧 兩條 也許先做兩條好了 兩條好像不夠漂亮的感覺 就這樣做了 我們要把這個 這樣做的 算領 可以嗎 我們可以做到這裡 我們可以做一個 過程 的 但是 我們可以做一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边也是 别忘了正面也要调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里的话可以稍微简单的先帮他这样做处理 因为这应该说关节的部分我们之后都会再做处理 那先把造型拉出来再说 再来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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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利用Scale把它稍微的调整一下 然后这是背部的部分 可以稍微的把它整理一下 这里等一下再处理 再来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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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手臂大致上好了之後 事實上這點可以稍微調 不過之後再調也可以啦 先不要理他好了 接著我們把下面這些部分全部連接起來 我們選擇Attach 把它全部黏著 然後選擇Polygon 把側邊都刪除 那大腿的部分你不要刪除 我們你刪了大腿就只剩一半而已 那接著我再增加一個Attit Party 選擇Polygon 選擇身體的這個部位 然後在 腰間的這個部位 選擇Bridge 他要把它連接起來 那裡面的 這個層要刪掉 因為我們只做身體的一半嘛 先把這個層 做出來 然後接著一樣 Bridge 然後這裡的做法呢有兩種 一種是按照我們剛才的 選擇這兩面 跟 大腿的這上面這四塊 然後選擇Bridge 這是第一種 第一種 那第二種就是 我們多選兩面 選擇四面 然後做Bridge 那這兩個方法呢 事實上差不多 差不多 那 我想要選擇 兩塊的 Bridge 然後這裡你不要把這裡刪掉 這大腿內側 把它刪掉都沒了 你把它刪掉就 就沒了 好 我再新增一個Eddy的Party 那接著 做Megplat D軸 稍微對一下 稍微對一下 就沒了 那 我再次 做Megplat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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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正面的部分 我們到側面這邊來看 這裡事實上應該跟這一點是等高的 這裡應該跟這一點是等高 你可以把這幾點 謝謝 我让这两点等高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讯 请不吝点赞讯 所以现在大致上看起来会是像这个样子 接着我再增加一个AD的party 其实你要增加多少AD的party是你自己的决定 我喜欢保留这个历史记录 这样我会比较清楚我到底做过什么事情 我想要在这边切一条线 那切线的方法有很多种 今天教另外一种好了 把Polygon选择起来 然后呢我们去找到 slice plane 它就会给你一条平面 那这平面只要跨过的地方 它都会产生一条 一条线 那我希望它的切线 那我希望它的切线比较靠近我们的属西部 然后有了这个slice plane之后按一下这个slice 然后把这个slice plane关掉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切一条线 切完线之后我要把它 切完线之后我要把它 焊接起来 OK 然后呢 在 正面的地方 我们就要把它做等高 重新调整一下位置 重新调整一下位置 那所以就可以把 这个多的斜线给删掉 这个 把它按 remove 这里跟这里 remove 所以这边就没有斜线了 它就会是一条 目前就是一条直线 然后呢稍微的 调整一下我们身体的 曲线 我让 这边 好 刚才我们的线删掉之后 它会留点下来 所以你要把这个点 一样做remove 我把它稍微的向内 向内一点 让它的这个造型 好 这个身体的造型 看起来 更有弧度一点 然后呢 向 向这边缩一点 那别忘了大腿另外一边 这是大腿另外一边 也要缩一点 这边 归毛一点的话 可以让这边的点是 同一条直线 但其实好像没有那个必要 所以目前看起来 会这样 好 接着我再 一样再增加ED的发力 然后 我会希望 先把刚才 没有的地方 先做起来 因此呢 我把这部分 全部选择起来 利用 利用 connect 我们拉一条线 从头到尾拉一条线 然后把这个 没有拉到的部分 自己利用cut去接 接着 你在製作的時候 可能要選擇一支好一點的滑鼠 不然你會想哭 那有時候切半天切不起來 你就乾脆換別種模式 再切切看 有時候生氣 乾脆這樣子比較快一點 連鎖點都不給我用 先隨便切一點 切完之後 記得稍微檢查一下 看是不是有地方沒有焊接 然後胸部的這一點 Connect 然後一樣把它做 等高 稍微的處理一下 那胸部都是之後再做的 所以你先不用特別的去處理它 胸部是外加上去的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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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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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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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所以在调的时候要连着透视图一起看 你比较知道你到底在调什么 这里是尾锥的部分 所以稍微的要让它风雨明显一点 这里也是凹进去了 所以要把它拉出来 咱们 重点就是让你的腿部的这部分看起来是圆润的 看起来是圆润的 这蛮重要的 然后另外这两个点 腿部连接的部分 这里腿部连接的部分 它应该要跟 这边一样 应该要有相同的垮距 你不要连这一点都调 不要连这一点都调 只调这里而已 我应该要有这样子相同的垮距 所以这条线应该是最外侧的线 从这边来看的话 这几点 这几点应该是最外围的这个边线 所以你就会看到 我们的脚的部分 它慢慢就会形成 重点就是让你的身体 跟你的脚部 都看起来属于圆润的状态 然后不要有任何地方 好像有凹进去的感觉 所以暂时看起来是这样 好那 一样我再 复制一个edit party 接下来切我们的 屁股的这一部分 首先有两个点要先调整 大腿的部分 大腿的这里 理论上它应该跟我们的 这一点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 然后这一点也是 它这样子才会造成说 这边有一个 这样子的脚的感觉 然后再来我们先来切 先来切屁股 我们利用CUT 我们利用CUT 我们从腰间 看你打算要从哪边切啦 你要从腰间这边切下来也可以 点数会比较多 或者是从这边开始切都可以 那可以 那可以调的点数多 那可以调的点数多自然就会比较好看 那我们先简单从这边切好了 这样切一刀下来 那切完之后稍微检查一下 有没有破面 就是有点没有焊接好的 好了 那我们把骨钩做出来吧 把它向内缩 然后 然后这一点 稍微调整一下 那所以这是最外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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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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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就 stickers 이해 patreon Coح意 corridor Sent 感谢观看 所以看起来会像这样 来那最后呢就是把刚才的这几点稍微整理一下 例如说像 像这一点其实跟它焊接 这里就会有一个这样子顺下来的面 一直到属西部 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面 那这个呢就把它 按接起来 那所以说像这里 这一点事实上就要这样子 那所以像后面这边的点 所以后面会像这样子 我们把它做 做 做Symmetry 然后全部的模型 那边有缺面没补到 全部的模型把它做 Smooth Group 然后按1 它就会有 一个比较完整的造型出来 刚刚的缺面不见了 没有 所以它看起来就是像这样 那胸部的部分的话都是之后再外加的 那屁股要不要翘 其实就是你自己去调整 例如说像这一点 它是用来决定我们屁股会不会翘一点 所以这两点你可以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那你的屁股的样子就会比较出来 然后这一点 稍微调整一下 之后的造型再慢慢调了 事实上这一点可以让它到这边来 就是 还好啦还算顺了 这里可以再切一点 然后把这两个三角面删掉 那这就是一个人体的基本造型 当然 自己做成这是一个人体的基本造型 到时 Ou 就会流伤 KE Tam Ted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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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